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无奈之下 一个男人都可能流下泪水 更不用说是一个女人了 而今天要介绍的知名主播叶树珊就曾为前夫背下巨额债务 独自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和心酸 在这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叶树珊的故事 如今63岁的叶树珊是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 她毕业于台湾国立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曾任《大爱电视台》的当家主播 在播报和主持节目之余 叶树珊也曾参与宗教与慈善活动 据行 叶树珊刚毕业不久就结婚了 那时候她才23岁 对此她曾谈言 仓促结婚是因为没有自信 而后她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 叶树珊原本是一个人生顺遂 故形象爱面子的女生 但因为前夫金钱周转问题 没有经过同意 便使用叶树珊的名义开票 使她被债权人提告 一次出庭时 法官问叶树珊有没有前科 她就委屈地直哭 因为一再被告会以证人的身份不断出席法庭 必须经常上法院 再想到自己的身份变成了被告叶树珊 证人叶树珊 她总是觉得有苦难言 并坦承当时连贾存怎么申办都不清楚 但在信任丈夫的前提下 她最后不得不同意 有次开庭时 女法官问她 难道不了解一签名就要背起相关的责任吗 叶树珊难过地表示 如果法官也是为人妻 为人母 面对先生的苦苦哀求 会选择不签吗 据行 叶树珊当时为前夫吴德坚背债4200余万元 这导致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每月薪资所得必须被扣除五分之三还债 也因为丈夫个人庞大债务 让叶树珊面临一连串的诉讼和庭审 原有在于前夫家族介入技术服务社的投资与营运后 因工程验收问题导致周转困难 转而找地下钱庄借贷 之后其他相关企业也因搭股东不合 导致道上的人事介入 而前夫个人又与合伙人经营旅行社 造成了庞大的投资亏损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身为妻子的叶树珊 被迫出面为丈夫解决问题 甚至还有道上人事在公司喷漆说 如果他前夫不出面解决问题 就到电视台闹 无奈的叶树珊还表示 同样一个问题 明明他已经多场胜诉 对方又不断将案件以不同的识点 不同的证据继续告他 而且因前夫个人债务 而提告他法院的案件资料 叠起来得有他一个人高了 更令人心寒的是 有些原本以为是朋友的人 经过此事后不再接叶树珊的电话 不过仍有很多人支持并帮助他 像是蔡玉玲 陈佩珍 张调张律师等人 都曾义务帮助他处理官司 叶树珊在专访中透露 有次李敖问他 打官司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 他回答 当然是结果重要 结果李敖脸骂他三句笨蛋 李敖说 被告这件事越难过越被影响 才越是中了对方的套 而听完李敖的话后 叶树珊就不哭了 谈到当年遭追债 叶树珊不会演 有半秒钟曾想过了断生命 但因为想到自己的父母与女儿而转念 他甚至一度被迫与黑衣人当面谈判 还有黑衣人直接打电话到电视台威胁 还经常收到密信甚至被跟踪 回顾一望 叶树珊始终说前夫无意害他 只是埋怨自己没有担当 遇到问题选择逃避一对 没想到前夫却责怪他 把悲战一事闹得让外界知道 更责怪他没有像其他人的妻子一样 与丈夫同甘共苦 可事实上 叶树珊为丈夫筹钱 甚至为丈夫与道上人士交涉谈判 付出甚多 甚至也没有逃跑 而造成这一切的丈夫 对他却只有责怪 没有任何愧疚 1998年的时候 叶树珊的女儿才上小学六年级 对方打听到女儿就读的学校 便开始有了动作 为此 叶树珊为了保护女儿 而决定搬出福家 先回娘家居住 夫妻二人也在分居四年后 选择离婚 离婚前 叶树珊问前夫 离婚后能不能是朋友 离婚后能不能照顾自己 离婚后能不能过得安全 三个提问都获得肯定回应 才做好决定 她始终尊重对方 甚至在对方离世时 也选择第一时间赶去探望 虽然无奈 却没有恨意 叶树珊始终记得 一个命令老师所说 命是一个人的个性和品质 而运是外在环境变化 所以好命在于自己如何应对 后来前夫被判刑三年两个月 只是没想到在狱中 事与心肌梗塞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前夫留下许多债务官司 但叶树珊的独生女 却没有选择放弃继承 而是选择了限定继承 叶树珊曾坦言 女儿考虑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限定继承 而且女儿很理性 和律师讨论时也会在重要时刻 抛出关键问题 当时被问的感情世界 叶树珊还表示 她认识的每个朋友 女儿都见过 此外 彼时有个被叶树珊 视作恩人的好朋友 对方是她妈妈的医生 她没有共同的信仰 价值观 但她却表示 有没有婚姻不太重要了 而对于女儿选择限定继承 叶树珊只是解释 有点复杂 但女儿选择 面对父亲过去的所有事情 想通过父亲过去的情况 去了解她 此事告一段落后 有一次 叶树珊现身北线板桥市的 宪明广场 为慈激大爱台的音乐演唱会 担任主持人 文会结束后 叶树珊走在停车场 坐上红色轿车 一路开往北市和平东路 原以为她要回家休息 不料车子去过家门而不入 直驱新生南路上的 福华国际文教会馆 车子在地下二楼停拓后 只见驾驶座 走出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子男 到副驾驶座 帮叶树珊拿东西 随后 两人有说有笑地牵手上电梯 直奔十二楼的豪华套房 而房里传来电视声后 还依稀听见叶树珊 嚼臣说 这台不好看 之后 房间里就安静了下来 两人在房内待了 大概九十分钟后 胡子男采送叶树珊 到地下二层停车场 取车离开 回到仅一百公尺外的 北市和平东路住处 而胡子男则是直接回到房里 从他没关好的房门缝隙中 还传来阵阵洗澡的冲水声 事后 离婚后一直单身的叶树珊表示 胡子男是他的小学同学 目前单身 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 有一次他在内地出差 看到他当年在台湾主持的一个访谈节目 当场就认出 于是就在一次回台湾的机会 胡子男到当年就读的小学访查 两人这才终于联络上 而且从那以后 男方每次回到台湾 都会到他工作的地方看看 有时也会送花到大爱电视台给他 叶树珊当时还解释 当天他穿着主持晚会的礼服 连换都没有换 大方地跟同学到他房间喝茶 之后就独自开车离开 只是这样而已 对于他跟同学到饭店房间 可能会引发外界联想 他很紧张 多次强调 对方只是他的小学同学 还表示 男方回来也只是找他叙旧 称如果要说他跟男方约会 对男方未免太不公平了 他还打趣说 如果媒体写出来 这样就没人敢追他了 会断了他很多机会 可到了2008年 媒体再次传出他恋爱的消息 而对方正是那位小学同学 胡自南 据起 男方跟叶树珊在小学时 还是临坐 他信无名亨利 在美国德州 自己经营公司 从小就很爱慕叶树珊 误转嫌疑 两人遇过时空 把过去那段纯纯的爱 升华到男女朋友感情 消息曝光后 叶树珊曾说 品味着这段过程 感觉很浪漫 巧合的是 他与亨利都有过一段婚姻 他欲有一女 对方欲有两女 对于在谱恋曲 是否有在乎的念头 当时48岁的叶树珊 含羞待气地说 男方是朝着 有结果的方向发展 但我考虑的地方很多 不过 他也说男方真的很有诚意 为了打动他 还说出了一段 埋藏在内心 近40年的故事 真的很奇妙 原来亨利在小学的时候 曾把他改考卷的签名减下 保存在一个小墓盒里至今 但他都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有一次 亨利到内地出差 看到他主持 两年青年知识大赛 才主动说出了这段故事 也终于打动了他 亨利还专程从美国返台 参加法骨山壮钟活动 此后他经常返台 碰到有活动时 两人就一起出现 由于亨利是拍照好手 有时也会帮忙拍照 叶树珊也带他参观过大爱电视台 很多同事都认识他 对于媒体的追问 叶树珊说 自己是个很坦荡的人 而且两个人都是单身 只希望大家用平常心来看 亨利是个很平凡 却很有心的人 经常会在特殊的日子 给叶树珊准备惊喜 有一次 叶树珊与亨利相遇在台北市 新生南路浮华会馆喝咖啡 相邪走出来时被媒体拍到 对此他大方地说 虽然他们对这段感情是很低调 但既然都被拍到了 男未婚女未嫁 也没什么不能承认的 而且女儿也鼓励他 要多爱自己一点 经历过失败婚姻 和经济坎坷的叶树珊 如今似乎找到了 新的人生方向 虽然过往伤痛 仍会不时带来一些负面情绪 但随着日子越久 也就逐渐失怀了 最后 祝福叶树珊 事实顺心 生活多如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